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考世界阅读自己 欢迎收看惠灯问道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一起探访了任天秤的学佛之路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访一下小秤的学佛之路 其实谈到小秤的一些修行人 我们往往会觉得有一丝神秘 因为他们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一带 我们可能平时很难接触到 所以不知道在座的嘉宾对于小秤佛教 以及小秤佛教的修行人 有什么样的印象 以及有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向看部来提问 邀请学佳宁 看部您好 你好 我去过东南亚 那儿确实有很多小秤的修行人 他们看上去比较注意 平时举手投足间的威仪 那我也去过很多佛教圣地也常常进藏 相对而言 大乘佛教的修行人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修行人 给我的感觉更松弛自在 请问看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南传佛教的修行人在街里 还有很多行为方面 就是做的比藏传佛教 还有其他佛教要严格一些 比如说他们就像佛陀的时代一样 到现在也是脱博 自己不会做翻 那早期的时候 佛陀在世的时候 所有的出家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比如说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日本的佛教 这些都不脱博的 那脱博从这一点看 这些很多的这些传承 在南传佛教里面 就是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们的戒律方面 也很严格 那本身这个小乘佛教的戒律 很多方面都是比大乘佛教 也严格一些 那这些小乘佛教的这些僧团 那他们其实实际上 这个佛陀的当时的这些 所有的要求到现在 他们就是严格的执行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 看部他想请教一下 那既然都是佛陀传下来的一些修法 还有这样的戒律 为什么会出现在小乘佛教 您刚才说 他们可能在持戒方面 会更惊艳一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首先第一个呢 比如说小乘佛教 它本身是以戒律为主 佛元祭的时候呢 也说一戒为师 所以在戒律方面 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大乘佛教呢 它也有这个戒律 但是大乘佛教的话 很多时候呢 它比较着重 这种个人的内心的修法 还有境界 所以有些时候呢 可能做得不为没有这个小乘佛教好 没有小乘佛教好 实际上大乘佛教也 虽然它的境界很高 但是呢在行为上呢 也可以做得很严格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因为小乘佛教呢 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 这个方面可能是 应该有关系 这个僧团的纪律 就比其他的 严格的多 大乘佛教的话 好像我觉得啊 那个大乘佛教的菩萨阶 他本身也有这样子的要求 比如说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 帮助别人的话呢 他在一些细节的这些行为上呢 不是很着重的 可能也许跟这个也有点点关系 就是跟大乘佛教 他本身的一个目的 和他的一些 持戒的这个度上面 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比较更开放一点的 这样的态度 也有这样子的 谢谢您 那么下面的一位朋友 好 孙欣 堪布你好 你好 向往小乘佛教的人 追求自己的解脱 而大乘佛教 是要度化所有的众生 因此呢 就目标来看 小乘比较简单 这是否意味着 小乘更容易修 而且能更快速地 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当初这个密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 两个当中啊 小乘佛教的这个成就 是比大乘佛教快 那小乘佛教的话 差不多就是三世 这一世下一世再下一世 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 阿罗汉的这个国位 然后呢 成佛 大乘佛教的这个目标是成佛 那如果成佛的话 按照这个显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那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 三世就结束 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从显宗的角度讲 大乘和小乘是快的 大乘比小乘慢得多 但是后来就是有了这个密法 密法这个广泛的这个传播了 以后呢 然后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 这个修行呢 也不是最快的 因为的密法如果修得好的话呢 也可以集成成佛 那小乘佛教没有集成 就可以成为阿罗汉的 所以呢 这三个当中 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呢 它是最快的 成就是最快的 其次就是小乘的成就是快的 然后呢 显宗的这个成佛的这个速度呢 这三个当中是最满的 谢谢刊夫 您刚才也讲到了说这个速度有不同啊 密法是最快的 然后小乘 然后呢 再是这个显宗的大乘 那它跟修行的难易程度有关系吗 还是就是说 这条路走下来 它的这个路程就是会长一些 它跟这个修法当然有关系啦 修法有关系 因为它的修法是直接的和简洁的 走直接的路和走完路 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区别 所以比如说像密法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让我们直接这个证悟自己的心的本性 然后呢 小乘佛教的话 它没有那么快的这个方法 但是呢 它需要证悟的 就是整个这个空心的 一小部分 所以其他的部分 它是不需要管的 所以也比较快 在它这个为了 达到这个阿罗汉的 这个国委 然后呢 它努力的话 那也是很快的 那达成佛教的显宗 那么它证悟的空心 的这个范围很广 然后呢 它需要做的事情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它的方法呢 虽然有很多很多 非常多的这个方法 但是呢 这些方法呢 这个比 比如说像大圆满 这些的真武的方法 来看的话呢 还是比较绕这个 顽碌的感觉 所以就是 没有那么快 嗯 理解了 好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 想要提问吗 这一 康布您好 你好 我有一位朋友 他是修小乘佛教的 据他跟我讲 他们上座部佛教 学习的是佛陀 当年亲口传授的佛经 是最原汁原味的佛法 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 大乘佛教 并不是正宗的佛教呢 小乘佛教 他有这样子的说法 他们一直都这么认为 当时 一千多年前 也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呢 比如说像这个 入菩萨心轮当中呢 也就提过这个问题 然后呢 大乘经 庄严论 这是米勒菩萨的一部经 那这个当中呢 有一篇是专门讲这个的 当时印度也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争论 后来呢 到现在 这些小乘佛教的这些 僧人呢 还有就是小乘佛教的学者呀 这些他们呢 就是这么认为 一直都这么认为 然后就是西方的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学者 他们也认为当初的这个佛教是小乘佛教 好像没有其他的佛教 大乘佛教呢 后来就是龙鼠不上 他们就传立的一个新的一个这样子的学派 一直都有这样子说法 但是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 不认可的 大乘佛教呢 认为 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一样 都是佛陀亲口讲的 只不过当时佛缘基的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佛陀讲的这些话 都是形成了这个文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部分是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阿罗汉 他们这个做的 那么这一块呢 大部分都是佛讲的这些小乘佛教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创到这个创到现在 那么就叫做这个小乘佛教了 南乘佛教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大乘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把佛讲的最后就是记录下来了 就形成了文字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乘经里面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一块 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是两个不同的人 把这个佛陀的佛陀讲的这些就是真理 最后就是形成了这个文字 只不过小乘佛教的这些 这个当时的这些阿罗汉 他们认为佛给他们讲的这些法以外 就是其他地方是没有传过 只有这些 所以佛教就是这些 他们一直这么认为 他们也会这样讲 但是呢 其实是佛陀在当时的时候也就很多不同的唱和 给不同的人讲了不同的法 但是这些呢 小乘佛教的这些 当时的这些阿罗汉呢 还有当时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小乘佛教的僧人 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他们认为就佛教就这些了 除了这些以外就没有其他的 这种说法一直都流传到现在 这样子 那么后来像这个 米勒菩萨呀 还有就是很多印度的这些 这些大师们 那么他们也就澄清了这个事情 这个不是这样子 当时佛是根据 人的根基 讲法的 那么小乘佛教的这个常和呢 佛是讲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这个常和 也就是对大乘佛教的根基 讲这个大乘佛教的法 其实当时就是讲了的 当时就讲了 但是小乘佛教他们不知道 所以佛教的这个历史呢 就是小乘佛教 他有他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大乘佛教呢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法和观点有一点点不一样 谢谢看部 看部所以您刚才说的 实际上就是当时 佛陀是应基石教 就是对不同根基的人 讲了不同的法 然后在大家这个记录的时候 也是由不同的人来记录的 所以可能就会形成了 现在的所谓的小乘佛教 这部分经典和大乘的经典 对对对 这佛陀在的时候呢 这个佛经还没有记录 还没有形成瘟子 那那个时候的很多的阿罗汉 他们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录音机一模一样 他就是一个字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阿罗汉很多都是 他成就了以后 就有这种不亡的这种功能啊 所以呢 他佛陀的一字一句 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呢 他们把他这记录下来以后 就形成了小乘佛教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佛同样在一个地方 一个场合 有大乘的根基 小乘的根基 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然后佛就将同样一句话 然后小乘佛教的根基 他有他的理解 大乘佛教的根基呢 他们有他们的理解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根据不同的理解 根据自己的这个理解 然后最后记录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大乘佛教 根据他们的理解 所记录的这些呢 就变成了大乘佛经 然后呢 小乘佛教的 根据他们的这个理解啊 记录的这些佛经呢 就叫做小乘佛教 就可以这样子理解 一个是 本身就是不同昌和讲的 跟不同的人 不同的昌和啊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讲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场合 给大家讲 然后呢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是 佛经里面讲 这是佛的语言的一个特点 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语言呢 不会有这样子的啊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佛的一个语言的一个 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呢 同样在一个场合讲 就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这个理解的方法 这个在佛经里面当时呢 有一个有一个公案 比如说有一次在一个医疗室里面呢 有一个病人在治病 那么一个是医生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病人 还有一个就是 就像护工 就是帮助这个病人的 那佛就就就讲了一个一个一个机子 就就是一句话 但是呢 他们三个人 就病人 他有他的理解 然后呢 医生呢 有一生的理解 然后就是这个 护工 他有他的理解 三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是佛陀的预言的这个 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功能 所以 那这些都是小乘佛教里面呢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 这些是佛经 其他的就不算是佛经 然后另外一个呢 像西方的一些部分的学者呢 他们就是看到的这个佛经呢 比较早期的 就是从考古的这个角度看的话 就看到的呢 也大部分都是这些 小乘的这些经典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们也就根据这个 就说早期的佛教 也就是真正的佛教 他们这叫做原始佛教 这就是佛的原知远文的这个佛经 其他的不是这个 其他的是后来龙鼠菩萨他们 创立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这样子 打成佛教 从打成佛教观点讲的话 就是刚才这样子 所以其实佛陀他本身的语言 就有这样子特殊的一种功能 可能是在不同的场合 也可能在一个场合 但是不同类别的人 听到的就是不同的意思 根据自己的这种根气 对 这个可能是有些人听来 就是有一点点不可思议 或者是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呢 佛的语言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佛的语言的一个 一个这个特殊的功能 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对 好的 那其他的朋友 谁有提问 好 益阳 堪布您好 有一些师兄参加了 南传佛教的内观禅修 觉得受益匪浅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大乘佛教徒 可以参加南传佛教的禅修吗 修了小乘法 他们还算大乘佛教徒吗 修南传佛教的内观没问题的 主要是看以什么样的法心去修 比如说就是有菩提心 他不舍去菩提心 他本身就有菩提心 现在也有这个菩提心 在这个基础上呢 修一下南传佛教的这个内观禅修 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他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去修这个南传的这个内观禅修的话 看起来这个就是小乘佛教的 但是呢 因为他有菩提心 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修这个法 对他来讲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了 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 当然比如说 他之前是发了菩提心 学了大乘佛教 然后后来呢 他就学这个南传的这个内观的时候呢 他放弃了这个菩提心 这样去修的话 那就是从此以后呢 就不叫这个大乘佛教的佛教徒了 如果没有放弃的话 那是还不会有影响的 但他仍然是大乘佛教徒 好的 谢谢看部 所以主要还是看发心 是 最后就是要看发心 对 因为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 就是因为您前面也有讲过说 其实这三种学佛道路有不同的修法 那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一些修法呢 共同修法很多的 小乘佛教里面的这些修法 基本上大乘佛教里面都有的 比如说这个小乘佛教的四禅八顶 小乘佛教也修 大乘佛教也修 然后就是小乘佛教里面的 比如说这个四年厨 这些小乘佛教也修 大乘佛教也修 但是这个名词 名称都是一样 内容上大乘佛教的要稍微深入一点 那四禅八顶的话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的 小乘佛教的跟大乘佛教 实际上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类的修法 很多这些基础的这些修法 大乘跟小乘都是 他们都会修的 包括密宗他都会修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比如说人生难得 无常 轮回的痛苦 因果不虚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四家心 那这个小乘佛教也有 大乘佛教也有 然后密法也有 所有整个佛教的这个基础 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都是共同的修法 共同的功课 康夫您好 我有一个疑问 您说过 上座部佛教学习的是 佛陀当年亲口传授的佛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乘经 庄严伦 大乘经 庄严伦 这是弥勒菩萨的一部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